引入必要的样式档案跟JavaScript档 那我们一样点选右手边这个图示 这是JQE的官方网站 待会我们再来处理这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这个index 我们刚刚所新增的Hello World的这个档案 它在css的资料夹底下有个bootstrap.min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下载里面的这一个资料夹里面 还有个css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没有点命的 那这是有多一个点命的 那我把这两个档案呢 同时把它拉到我们这 sumnite的这个编辑器来观看一下 有点命的其实它都帮你压成一行 所以你在观看的时候其实不容易去看到它里面写什么 但是如果没有点命的话 其实它就帮你分门别列 这样子写得好好的 那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选用这个没有点命的 我们就把这个点命把它拿掉把它删除掉 好因为我们的css里面呢 一样有这一个档案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找不到嘛 好那我们把它存档起来 好存档起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Hello World这个 我们按右键把它检查一下元素嘛 你看这个地方都没有错误 没有红色的字代表是正确的 OK它是有抓到这一个档案 css的档案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呃 Js对不对 好 这bootstrip的点命 好 我们同样的 到Js的资料夹 这两个档案呢 我们同时把它拉进来 好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楚了 发现到说 哦原来 这个 有点命的其实它都帮你嘛 压缩成一行 如果没有点命的Js呢 它都把它嘛 好分门别类 这样子没有压缩成一行 这样我们在编辑或者是观看的时候 是比较方便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我也建议大家 把这个点命呢 把它拿掉 好 那么它也不会说发生错误了 我们把它存起来 存档存起来 我们在这个Hello World 如果我一样 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按右键 把它检查一下元素 也一样找得到 因为它就找到这一 这一支没有点命的 因为我们的 这个Js的资料夹 就是有这一支可以让它找得到 好 最后一个问题呢 好 那么它去连结这个 这个Jquery这个Js呢 它是连结到Google 连结到Google去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么做 这里是 Jquery的官方网站嘛 Jquery的官方网站提供最新的版本的Jquery 现在是11.11.0 好 那我们把它点进来 好 往底下走 好 往底下走呢 它就 它提供了两个 两个Js档 那这是最新的Js档案 我们把这一个呢 把它按右键前往 前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 点命的看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同样的把这个点命 把它拿掉 好 然后我们再按Enter 好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就比较 容易阅读嘛 好 我们对它按右键 把它另存新档 好 那我们一样把它存到这个 我们的目录里面 的Js 好 就叫做这个 Jquery11.11.0.js 把它存起来 好 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 这一个档案了嘛 在Js 多了这一个档案嘛 好 那我把它的这个名称呢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怎么写 好 应该要怎么写 应该在Js的资料夹里面呢 有一个叫Jquery1-11.0 这一个Js的档案 好 最后呢我们把它存起来 好 然后呢 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Hello World 呢 一样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按右键 好 检查元素 诶 真的都没有错 代表它都可以抓得到 都可以抓得到 那 要特别说明一下哈 因为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档案 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 目录本身 目录本身 并不是像刚刚 并不是像刚刚 这样子 从网络上面 下载下来的 那你如果从网络上 下载下来的话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万一 Google的网站在维护了 或者是说 这个网站不再提供 连结的时候 那这一个我们的网页 也就会出现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是把它 放在我们的目录里面的话呢 它就永远都抓得到 是这样的好处了 各位应该能够体会的出来